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往下回挡去回探前波低点的过程当中 其实很有可能会造成在我们开红盘之后 台北股市的一个跳空的下跌的反应 所以当然这不是我们乐见所看到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这边反弹到了高位阶 它还没有出现回挡修正的过程当中 风险是增加的 所以这是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另外在美国股市里面 科技类股一直都是我们大家比较重要的观察重点 大家留一下在昨天的纳斯达克指数上面 是收了一个小小的红盘 那么看起来好像是能够维持在短线上面 有一些要去挑战前波高点的一个现象 不过提醒大家在这边7000点的颈线 还是重要的支撑位置 因为7000点不光是只有短线 其实在大颈线的位置 也大概都是落在7000点这附近 所以其实在收周线的过程当中 大家要特别留意 不管是在本周还是在下一周 收周线的时候7000点仍然是纳斯达克指数 我们要观察最重要的重心 另外在领涨科技类股的部分 当然就是非半指数 那昨天非半指数大涨将近快6个百分点 那么也留下了一个多方的缺口 但是其实如果从 在昨天晚上交易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晶片类股是往上几乎是跳空大涨 那么也出现了一个所谓短线上面的 利空出境的一个现象 感觉好像是财务预测 只要是不如市场预期 这个程度越大 那反弹的强度就会越强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 从非半指数的长期的角度来说 它是属于一个空头架构的一个排列 它是属于一个跌升反弹延续的一个状况 那提醒大家在昨天盘后 Intel公布了它的所有的财务报告 跟财务预测之后 Intel到目前为止盘后的股价是跌了将近快7个百分点 那所以其实在看到非半指数昨天收涨将近快6个百分点的同时 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昨天非半指数几乎可以说是白涨 为什么因为今天至少吐一半回去 至少吐一半回去 因为Intel就跌了快7个百分点 所以其实大家不要看到这个涨势就觉得好兴奋 因为其实现在正在密集的公布财报的过程当中 那财报市场上对于财报的预期跟看法 往往都会有一些震荡跟一些波折 所以在这个公布的期间当中 指数的表现就特别攸关整个未来台北股市的发展 尤其特别注意一下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涨势当中的话 其实只是差了一步制药的话 可能也有挑战前波高点这样的机会 当然现在在Intel部分盘缓又前进去下跌 现在所看到的在台阶线ADR 竟然也强谈将近在3.5个百分点 这里头的变化 这只是一个也不算是一个跌生反弹 可是在基本面能够有些正面的加持吗 还是说反弹是虚的 特别小心才是真的 好我想其实从整个半劳力产业的状况 我们看一下周线就知道 这个反弹看起来好像很强 但是我们过去有讲过 往往创纪录的反弹 都是在空头市场当中所造成 我还是把这个颈线画出来给大家看 没站上大颈线 它就是大空头的一个结构 只是它就是在反弹 前面这一根长黑K是什么呢 也是一样 就是当天公布了一个财报的利空之后 当天的废半指数是从收盘的大涨到盘后的大跌 也是同样的状况 所以今天的废半指数的表现就特别重要 所以其实在整个废半指数 它还是属于比较弱势反弹的过程当中 我提醒大家既然它在涨幅满足的部分 在技术面已经稍作满足了 在前波的这个压力点的位置点 就是每一个高点几乎都是压力 这个也是压力 这个也是压力 甚至它都还没站到大颈线之上 所以其实在废半指数的这个波段反弹当中 我们还是把它归类成为是一个跌升的技术性反弹 所以其实在台北股市 今天的半导体族群当中 尤其是在龙头股的台积电 它会怎么反映昨天ADR的上涨 那会不会跟Intel的表现有一些相关联性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盘中要特别观察台积电股价表现的地方 好 在台积电表现的部分的话 还是要特别留意到 竟然能够涨到3.5个百分点 好 另外一方面的话 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下下 除了这废半之外的话 包含在昨天的苹果股价表现 就成是一个相对偏弱情形 昨天事实上包含在NAS的表现里的一头 或废半的部分科技的表现相对比较出色的 这一头跟道中之间的话 形成什么变化呢 海外其实从这个结构面来看 大家可以明显看出来 其实昨天的美国股市基本上就是涨跌互建 那涨最凶的就是在这个区块 那这是什么区块 就是半导体 我画大一点在这边 这就是半导体的区块 张夫几乎都是两个百分点以上平均 两个百分点以上起跳 所以其实昨天的废半指数的上涨 就来自于在短线上面财报 大家市场上的不确定 新因素已经消除 然后大家觉得未来应该半导体有机会 但是大家别忘记 在台积电的法说会当中 其实是已经正式的预告 今年的半导体产业的景气 是往下滑坡的 所以在整个反弹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特别留意 这个只是一个底层反弹 如果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不管是在美光或者是高通 甚至在博通 然后科磊跟应用材料 这种比较属于 不管是在半导体的材料设备 还是在晶片相关的大厂上面 他们的股价即便像是昨天 这么强势的反弹 其实也都还是在大井线附近做排回 甚至也不过就是一波跌升反弹的 一个走势 所以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整个半导体产业它下行的趋势 还是非常确定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今年的科技产业就要特别注意风险 那么虽然说市场上 还是有非常看好 这个所谓的什么AI 什么高速运算的一个需求 但是我们从昨天 Intel的整个财务预测 跟它的法说会当中的内容 我们掌握到一个讯息是 Intel其实它是长期看坏 未来云端运算中心的一个发展 也就是说云端中心 发展到最近为止 在还没有推出所谓的 新的杀手级产品出现之前 这个所谓的云端运算中心的 这个长期发展趋势 已经开始进入到了高档转折 往下的一个衰退走势 那么过去除了Intel之外 国内有很多云端的相关的 这些概念股 那今天的表现是如何 也要持续做观众 另外在亚马逊过去 缴出了比较亮丽成绩单的背后 其实它用的很多题材 也都是在相关云端运算中心的 建制的获利上面 那么大家还是别忘记 在上一个季度 亚马逊所交出的亮丽成绩单的背后 是已经把这个所谓的 云端相关的业务 把它进行了一个 财务面的结构调整之后 才能够缴出亮丽的成绩单 换言之 亚马逊的云端运算中心的业务 也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 这个是后续在科技产业的部分 大家要特别留意的风险 好除了这几个风险之外的话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要提醒给大家的 几个新闻的焦点所在 第一个来看到 全球经济凶兆之下 欧洲日本PMI利空消息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欧洲之前告诉大家 这些利空消息都不意外 之前特别叮咛了 欧洲方面的话 经济数据非常糟糕 现在连日本方面的话 在走过当时比较低迷的 20年之后的话 现在所看到 过去的一些通膨压力 现在不一样 已经还出现转折 转到50了 再来看到 政府冠门的效应之下 美国本级GDP恐怕是一个零成长 也不意外 这两个还是特别强调一下 国际股市变化 好那其实这个全球经济下行 这个是已经全球都已经有预期的一个趋势了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欧洲的PMI 或者是日本区的这个PMI 采购经营人的这个指数公布出来之后 也不过就是印证了 全球对于未来经济景气的一个预期而已 那我们从整个图上面可以做掌握 是在先进经济体 就是成熟国家 包括美国 欧洲 日本 南韩等等 这个经济的成长率 基本上最近这几年 是没有什么成长 几乎没什么成长 那新兴开发中国家经济体 其实是低于平均值 那这个新兴开发中国家经济体 其实有大部分的全职 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那么中国大陆在过去这三年的 这个供给侧改革当中 其实收到了很大的一个成效 那当然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 也它的经济数据的成长 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所以其实在这个开发经济体当中 这个全职最大的中国大陆 是这个影响他们 低于平均值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市场 那在成熟经济体的部分 我们看到欧洲跟日本的PMI 都是往下掉 那尤其是日本的这个出口产业 往往都是一些相关的高端科技 或者是一些先进产业的这个领先指标 只要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出口的订单 它是创下了这个两年半以来的降幅最大 就是它的降的速度很快 景气的急动就是看到速度 那速度就是年增率的一个表现 或者是说它下滑的一个比率 那既然在这个订单的出口的状况上面 它下滑的速度很快 代表未来的需求几乎是等于完全都不见 那突然之间蒸发的这个需求 对于未来来讲会不会持续蒸发 或者是在整个经济景气下行的过程当中 会造成整个全球经济体下滑的速度 更快的一个情况 那么除了日本之外 欧洲的这个设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重点 那么在一样在设备的订单 在汽车的订单都快速下滑的同时 也代表着全球未来对于耐久财 或者是在整个企业的资本支出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快速度在消退当中 那另外还有一个额外 我们要跟大家做提醒的地方是在于南韩 那南韩的整个经济体的一个表现 基本上它等于是全球经济体的缩影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南韩的几乎所有的各大产业 发展的状况非常的平均 而且他们发展的 不管是在重工 不管是在科技 不管是在民生消费的这些产业区块当中 基本上都在世界的产业当中 可以排得上名次 具备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当各位看到 南韩的这一些企业 股价在下滑 经济景气的这个数据 在下滑的过程当中 其实预告着全球的景气 正进入到快速衰退的风险 这个是在全球总经面当中 大家要特别留意的一个观察重点 好除了这几个重点之外的话 我们继续把握时间 我们现在看到是在整个 在刚刚也特别提到 是在整个汇损部分 这汇损就在金融类股身上 而且高达将近有2300亿 实际上新高 这受险业去年的汇损压力 不止如此 海啸以来最多的外资汇出 竟然也达到3100亿元 从过去金融 甚至从债券也好 受险也好的话 这些过去有提到一些比较利空消息 现阶段面对这个压力之下的话 金融类股的变化 在这场外资圈的一个操作心态 还是站在一个比较调节或卖的心态吗 其实国内金融股 大概就分两个区块 第一个是金控 第二个就是受险 受险就看国内受险三雄 国泰金富邦金跟中售 其实受险业是面对于 汇率压力最重的一个产业 因为他们在海外的投资部位 其实比较高 那么之所以会把这个汇损的金额 创下史上最高 原因是来自于他们过去 在避险的成本上面 快速度的扩张 那么避险成本 这个太高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虽然说 还是有一些汇兑的收益 可是就成本上面来说 大家应该会算 这个减掉成本之后 它的整体是属于负的 那再加上它的整个 什么提列准备金的状况 所以就造成了 史上累积的 这个汇损金额是最高 原因其实是来自于 避险成本太高 那么避险成本太高 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全球的市场 是越来越不稳定 看多也不方便 做空呢 也不知道会不会跌下去 所以在两方面 避险都非常困难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无形当中增加了 这些受险业的 这个避险成本 那当然国内的部分 在这几天 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在国内的 这个八大关股航库 还是在整个外资上面 对于金控类股的买超 是相对的比较大 所以其实在撑盘的效果上面 金控类股会是优于受险股 但是在受险股的撑盘力道 跟未来的涨势上面 反而是可以观察 未来在全球投资市场的一个变化 所以如果当我们看到 受险股的股价继续下跌 然后他们的投资息效 越来越差 其实代表着全球的投资机会 跟获利的展望是越来越差的 所以后续还是可以持续留意一下 受险股他们在整个 角出的这个获利的成绩单的内容上面 到底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讯号 可以告诉我们先知道市场的变化 好 这是在金融类股身上 因为在时间上的部分 我们再保卫一下 先休息一下 回到现场的话 告诉大家万字圈的话 有一些汇出的力道 而且这个汇出的力道 似乎在扩大了 但是卖超的手笔 从买超手笔里头 似乎卖超手笔是来得更大 我们稍微回到现场的话 继续再追踪一下 万字圈的操作动向